第1124集 穆飞驰虽然答应了云元峰的约见 但是并没有说具体的时间 云元峰连着问了两天 穆飞驰都不在 约见的时间只能继续往后拖 这事一天不解决 他就多折磨一天 偏偏他觉得 自己快要看到希望的时候 少帅那儿又没下闻了 这种折磨并不比没有希望的时候好受 反而更加煎熬 而腹黑的某人 偏偏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他们 云熙挨了那一耳光 不能白挨 吃了一晚上苦头 梁秀琴没敢再去学校找云熙 云熙那个死丫头的强硬态度 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 不帮忙就绝不帮 梁秀琴原本还想着 去金大校门口闹一闹 让他妥协的 现在看来 还是别去丢脸了 尤其金大还有那么多高官政要的孩子 在那边读书 他闹了达到了目的 可还是丢了云元峰的脸 回头 他还不知道会怎么收拾他呢 思来想去的 梁秀琴已经想不到可以帮忙的人了 就在这时候 陈丽雪以豪门太太的身份 约她喝下午茶 喝下午茶在京都 是这个圈子里的贵太太们的 一种娱乐消遣方式 梁秀琴还开会所的时候 也经常约航门太太们 喝茶聊天 可达从上次 在沈老夫人的祠上拍卖会上 丢了那么大的人之后 之前来过会所的太太都不来了 没多久 再加上被打杂的事情 和陈丽雪来云家 会所也结束停业了 她现在每天就在家里 闲着无聊 原来费心讨好的朋友 全都不跟她往来了 就算坐上了这个局长夫人的位置 来八截讨好的 也都是冲着云元峰 而不是冲着她的 这让她觉得 她这个局长夫人的位置 简直徒有虚名 如今 陈丽雪以苏家四太太的身份 约她喝下午茶 虽然她知道 那个老贱人 肯定不怀好意 可以想到苏家有可能 能帮得上忙 她就毫不犹豫地 答应赴约了 天狱山里 穆飞池的情报部门 收集了全国各地 禁毒运动后的动静 这一次 打草搂兔子 抓着的只是几个小人物 收获不算特别大 穆飞池还是把这个消息 发给了芸汐 真正没有露面的 那些才是大鱼 而京都这边 却是一条鱼 都没有钓上来 诡异地让穆飞池和芸汐默契的 都觉得有些不对劲 禁毒活动 是从京都开始 扩展到全国的 京都这潭水太深了 果然 不容易捞到大鱼 说是大鱼 其实也不算大 京都那几条真正的大鱼 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 捞不上来没有关系 总会有机会的 穆飞池拍了拍芸汐的肩膀 这次的活动 并不指望能捞到几条鱼 而是给他试试水 如果成效还不错 那么后面的计划 就会相对的轻松一点 如果成效太差 那么 就必须下狠药 嗯 我明白 芸汐点点头 虽然有些失望 不过这次 京都的这些人 集体保持沉默 反而让他嗅到了 阴谋的味道 还好他提前跟风将军说好了 做他的内应 一有风吹草动的 他这边都会收到消息 少帅 有加密电话 打进云霄姐的手机 接进来 穆飞时看了眼屏幕上的监控频率 云西的手机和他的手机都一样 都加了加密软件 不是直接通过国内的电信部门的那一种 他的情报部门 在接到同一样式 加密反监听电话的时候 便会有提示 必要的时候 还能通过电话 定位对方的下落 云西 最近不太平 你要小心 我知道了 谢谢 即便对方没有报上名字 云西也听出来是谁了 谢谢 感谢观看